声明为保证您的观看体验 请先看完第23以及第35期节目 马丁老爷的故事写到了第6本书的试读部分 我们显然还不知道这个真正的结局会是怎样的 不过既然电视剧的结局不令我们满意 我们何不探讨一下故事需要如何收尾 才对得起我们这些忠实的粉丝们 首先说明小说与电视剧的最大不同 小说里没有夜王 异鬼的目的也不是杀死三眼乌鸦 而是奴役每一位活人给全世界带来一个涌动 也就是说小说中的主角们是没有退路的 只能杀死每一只异鬼 或像几千年前一样 想办法把他们赶回极寒之地 然后结局想要好看 必须在人设不崩的前提下 圆上所有的铺垫 接下来说明小说中的两个预言 第一个是三头龙预言 也就是龙母在不朽之殿中听到的话 三个脑袋龙将拥有 三团火焰你必须点燃 一团未生一团未死一团挚爱 三个坐骑你必须拥有 其向闯子其向恐惧其向爱情 三次背叛你将要经历 一次未血一次未金一次未爱 第三十五期节目有对预言的详细说明 这里仅分析最特殊的一句 三团火焰一团未生 这里指的是三条龙被孵化的那一次 一团未死 电视剧中指的是放火烧死了所有的卡奥 但阿婆主不记得这一幕出现在小说里 所以也可能对应的是其他事件 最重要的 为什么马丁老爷故意破坏了排比剧 前两个用的都是为了 最后一个却是给了 然后第二个也是最著名的亚索尔亚亥预言 这个预言有两种叙述方式 第一种 长下已尽星尘泪血 黑暗吐出阴冷的气息笼罩整个世界 危难之时 一位勇士将从火中拔出长剑 此剑名为光明使者英雄之红剑 这位英雄会是亚索尔亚亥的转世 而黑暗会在他的面前逃窜 第二种 星尘泪血黑暗聚集 亚索尔亚亥将于炎与烟之地再生 并唤醒石中巨龙 在节目开始之前UP主想再说一句 我们现在看到的结局 绝对不是编剧们一直想要拍摄的 这里为您献上一个UP主珍藏已久的证据 第七季第六集 男主的长爪眨了一下眼睛 您可能想说这是水滴落上去后造成的错觉 但是紧接着第七季第七集中 他的眼睛又眨了一次 这不免让人觉得 当年编剧在为结局铺垫着什么 再就是长爪被莫尔蒙家族使用时是熊头 被男主使用时是狼头 但在男主身份曝光后 其实应该改为龙头 好了需要说明的内容就这么多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全游真正的结局 会不会令您满意 UP主觉得既然原作叫《冰与火》之歌 最后一战绝对是死人与活人的战争 也就是冰与火的战争 而这一战的场景应该在烟与炎之地龙石岛 烟代表着火山 炎代表着大海 这也符合剧情发展的逻辑 人类的城堡逐一被活死人大军攻陷 但因为异鬼和弑鬼不能游泳 所以重角色逃到了岛屿之上 然后UP主不觉得是鬼能像加勒比海盗中的那样 从海底登陆 而应该是更直接的 因为异鬼带来了岩东 所以整个海面都被冰冻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 男主要如何在烟与炎之地 成为亚索尔亚亥的转世 亚亥当年奉剑了自己的妻子才铸成光明使者 但如果男主杀死女主 又会颠覆人设引起粉丝们的不满 所以这里UP主觉得还缺少一个因素 就是女主已经怀孕 但因为生育能力在之前被破坏 自己和孩子只能保住一个 如果真的是那样 所有的事情都会被串联到一起 预言中被故意破坏的排比句 三团火焰你必须点燃 一团未生一团未死一团挚爱 另一个预言中提到 危难之时 一位勇士将从火中拔出长剑 所以轮回并没有完全一致 这一次男主下不去手 女主则为了保住孩子 亲手将长爪刺入自己的体内 他点燃了这最后的一团火 献给了自己的心爱之人 然后长爪完全睁开眼睛 对应预言中唤醒了 诗中的巨龙 当男主将长爪拔出 剑身燃起了火焰 此时预言中的铺垫全部被圆上 烟与炎之地被冰包围着 而火也在危难之时诞生 这个时代的亚索尔亚骇 这个时代的光明使者将会为我们谱写最后一曲 冰与火之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